台中六六一路的公車 燃燒的10名都很長 最長的有11的日子 最主要是東西南北市的 方圍在加上所需 所以在說10名 不會輸在半水印四口令 作為來看 實際桌上這條大鞍 跟大家之間的六六一公車 雖然我們外地人聽起來 路民和戰民都有一點拗口 不過當地人就說了 這種戰民他們最好記 如果說外國人會在這裡 他會問我 很明明確啊 東新鄉就東西啊 南北鄉就南北啊 原來當地東西鄉的路 就叫東西一路東西二路 南北鄉就叫南北一路南北二路 10名是依照路口來賀 尊重這個地方的一個 里長的一個印鑑 路民的方式呢 對當地人來講也會比較清楚 公共運輸出解說 因為這條路經過很多糾纏 實在沒得出的代表 更可以用路名來做分辨 這會出現國地人看不見 這種戰敗的名字 這會兒就叫醒來了 至於那足以下 在北北五島 西2路南北一路 西4路南北一路 西4路南北一路